柔佛巫统水底主席诺佳兹兰在马格达补选后 促请西蒙向巫统道歉 他认为西蒙多年来污蔑巫统 导致选民负面看待巫统 而现在西蒙却非常需要巫统的支持才能继续执政 诺佳兹兰的言论引起西蒙领袖相继反击 并要求他自我反省 行动党中尉黎正贤发文告说 巫统不应该因为马格达补选的胜利而自满 因为团家政府的成功仰赖所有成员党的共同努力 李正仙指出 巫统在补选的胜利并不代表他重新崛起 诺佳兹兰也不应该轻易践踏人民给予巫统的新机会 他说马格达补选的胜利并不代表巫统的整体实力 尤其是怀疑选民投票率低 皆是他们对当前政政环境的失望和信任危机 而巫统并没有真正赢得怀疑选民的支持 社经团宣传秘书吴嘉良也抨击诺佳兹兰傲慢 他说西蒙和行动党在马格达补选中隔着分歧 全力为团结政府候选人助选 展现出西蒙和行动党的胸怀 相比之下 诺佳兹兰在选后冷嘲热讽 可说是大相径听 吴嘉良也说 诺佳兹兰与其要求西蒙向巫统道歉 不如先敦促埃克马向所有选民道歉 并停止发表破坏族群和谐的言论 另一方面 共产党副宣传主任拉兹也在面子出批评 某些巫统领导人依然为摆脱傲慢的态度 他们赢得了几个席位后 就开始自我夸耀 请大家啥哂 请不吝啬 reach out stylish HO